- 叭燈!我是安森! 這個影片要來開箱的是LEGO在2022年 Speed Champions系列裡面展開的新子系列 Movie Cars 也就是電影裡面出現的經典車款 原本Speed Champions系列就已經非常邪惡了 用著可愛的尺寸來呈現許多男人的夢想 說真的前面我一台都不敢買 因為我知道買一台就會買10台 想往前收集前面全部的話 很多的漲幅都已經是3-400%起跳了 非常恐怖 新的電影經典車系列 又加上會附電影主角的minifigures 好 我買 首先來看看系列第一台76911 007的Aston Martin DB5 這個就是在007系列最新電影 No Time To Die 生死交戰裡面那一台 包裝沒有寫片數 除了LEGO以及Speed Champions以外 就是007和Aston Martin的LOGO 使用了電影在義大利追逐場景作為封面 背面最大的是一張車屁股的照片 以及石車和樂高版本的相同角度對比照 總共290%片 好久沒有拼這麼小的樂高了 分為兩包零件 一張貼紙和一本說明書 說明書打開只有前面幾組出現的告知樂高玩家 他們正在從塑膠袋轉換為紙袋 以及可以使用手機或是平板來看3D說明書 不過這方面我比較Outscore一點 還是覺得紙的質感是無法取代的 非常可惜翻頁之後就是開始拼裝了 並沒有什麼背景典故 電影介紹或是創作者的話之類可以看 首先要拼裝的是Mr.Bomb 或者應該說是Daniel Craig Daniel Kerle格的minifigure 其實Speed Champions系列都是用黃臉的頭 幸好這個不是黃色的頭 而是原創的新表情 也比較接近真實演員的膚色 身上的衣服也是全新零件 穿的應該是電影中有出現的燕尾服 以及搭配的黑褲子 都是全新的印刷零件 不過頭髮就不是了 像我買了還沒拼的10255集會廣場 這個接近10周年的紀念盒組就有出現這塊頭髮零件 還有同樣是Speed Champions系列 76896 Nissan GT-R 人偶也是這個頭髮 還有它的武器不知道為什麼是板手 之後就開始拼裝車輛 首先是車子的底盤 第一個要蓋的可愛細節是排檔桿 再來是拼上結構很厲害的後保險桿 因為還要固定外殼 所以這邊要蓋上許多外凸的零件 然後第12塊出現的貼紙 是用在底盤的DP-5 Logo 其實到目前平底盤為止 我感覺這系列雖然小歸小 但有趣的點就在於 如何在這麼小的車身塞進最大量的細節 無論是內部還是外觀 再來是四個咖啡色鍋子形狀的零件 還有車身外面的兩塊大曲面 然後是車牌的零件 使用了銀色仿電鍍質感的平滑磚 這個工藝在法拉利 Daytona SP-3有介紹過 還有出現一個DP-5的Logo 再來是貼上屁股的Aston Martin Logo 以及10305獅子騎士城堡也有出現過 比最小的1x1小磚厚度多一倍的新零件 然後把這整塊車屁股跟前面提到的 咖啡色鍋子型零件固定在一起 再來出現了車尾燈 沒想到這塊居然是印刷磚 而且我查了一下 似乎沒有出現在其他合組了 不知道未來是不是會用在更多地方 這邊也要完成後座的靠背 然後是保險桿 也用到了電鍍銀色的零件 拼裝的方法非常巧妙 這邊有用到一個非常有趣的零件應用 這兩個牛角形狀的零件 原本就是牛角 形狀和角度用在這邊實在是毫無違和感 第一包的最後是裝上方向盤 因為是英國車、英國人、英國007碼 方向盤當然就是裝在右邊 這邊提一個有趣的小知識 右駕的起源是源於傳統騎士的習慣 在馬上決鬥的時候武器都使用右手 因此馬匹必須靠左才能精準攻擊到對方 這個傳統就這樣從馬匹 也來到了工業化時代之後的汽車了 第二包從車身側邊開始 接著裝上座椅 而駕駛座的座椅還有一個特別的細節 就是在座位和車門之間藏了一個手煞車 接著出現的貼紙裝飾在方向盤旁邊 我查了一下實車的內裝是長這樣 然後是車門也由曲面零件構成 並且要貼上貼紙來裝飾 滿滿的 貼紙 再來是前保險桿 剛剛很酷的銀色牛角零件再次出現 還有一樣的車牌和貼紙 有趣的是下面還有一個小鉤子 整塊再蓋上更大量的銀色平滑磚 接著跟車身固定在一起 然後是整塊最有感覺的部位 車頭燈 這個部分有點療癒 零件特殊以外 幸好大燈也是印刷上去的 而一層一小磚的側邊有兩個小小的印刷 每一邊的大燈其實都只有一個點來連接 接著這邊也是非常有趣 出現了一個我第一次看到的拼裝方法 不確定是不是首次在樂高官方的盒組出現 如果我知道其他盒組也這樣拼的話 歡迎幫忙補充一下 這裡使用了90度的轉角零件 塞在一個非常詭異的縫縫 然後在沒有任何點連接的情況下 套上一個四層式中空的板子 剛剛好把前面那塊塞進縫裡的框起來固定 而且這塊板子的側邊還有印上正前方的圖案 下一塊零件也是向下延伸 引擎蓋的零件選用也很巧妙 簡單沒幾塊零件卻充滿線條感 蓋上引擎蓋之後就懂了 前面那塊塞進縫的零件在幹嘛了 原來是要做出這樣一個小小的細縫 實在是天才啊 這裡還有要貼上車頭的LOGO 可惜是貼紙一張 引擎蓋這邊蓋上去之後 只能夠小小的掀開一點點角度 並沒有辦法打開 不過畢竟也沒有其他細節了嘛 不過這小小的角度也很重要 讓車身的線條變得更加明顯 然後是巧妙固定在底盤的排氣管 也是用了非常巧妙的零件應用 使用了望遠鏡加上槍的零件來組成 再來是前擋風玻璃 這個沒有太特別 厲害的是後面有著大面積的印刷 然後蓋上上方的屋頂 再來是特別的輪框零件 也是為了這台車特別打造的新零件 裝上四個輪框之後就完成啦 到這想說怎麼還剩下這麼多零件 原來是可以把所有車牌都裝上去啊 不過找到一個作者的訪談是說 這是其他007電影裡面所出現的車牌 例如James Bond系列電影的第三集 金手指 Goldfinger 也有出現過Aston Martin DB5這台車 真的是非常用心 還有拼完之後 會多一塊剛剛的那個排氣管零件的槍 看了零件表裡面 確實拼裝過程只用到一把 代表第二把是多的 所以如果覺得James Bond拿板手很奇怪 那這把多的槍 剛好就可以給他拿在手上啦 完成之後我覺得整個車身線條是非常棒的 雖然小小一台 但是整個神韻非常到位 007的人偶可以擺在旁邊 也可以坐在駕駛座 不過尷尬的是 無法兩手都放在方向盤上面 必須把右手垂下 放在手剎車的位置 否則會被擋風玻璃的零件卡住 突然覺得手剎車零件在這組 真的是有十足必要 幸好人偶放好之後 並不會頂到天花板 要給他配個龐德女郎也是ok的 但這個位置就變成要左手放下了 不過後面的座位就不能坐人了 是有點那麼可惜 不過可以這樣版 這樣也算是非常符合這種諜報電影啦 丟在後座的人 通常都是手腳捆膠帶這樣丟著嘛 雖然說這組貼紙不少 而且面積也不小 灰色貼紙和灰色車身也有一定的色差 還有後面這塊擋風玻璃的印刷也是 等於存在了三種灰色的差異 這是有那麼點可惜啦 但整體而言我是非常喜歡這組的 之前在Creator Expert系列 其實已經出現過大尺寸版本的DP5 而且有許多可以動的機關 但我個人覺得縮小版本的車身線條更漂亮 也更接近實車一點 縮小的體積買起來 無論是比較不怕沒地方放 還是幾百塊而已 也完全不需要思考就可以買下去 而且在有限的小車身內 依然塞了很多我覺得非常聰明的零件應用 還有外觀就是非常傳聲的車身線條 對於這個小盒組我可以說是非常喜歡 喜歡007 喜歡Daniel Craig 之前怕太大台沒有地方放 下一組來開箱同系列的第二台車 玩命關頭裡面 玩命關頭 玩命關頭 玩命光 玩命關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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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命關頭裡面 唐老大AKA馮迪索的愛車 稻騎 Charger 我是安生 下個影片見